哈囉大家好,我是Felicia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這集影片我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為什麼要回台灣唸大學 而不是留在歐洲 我人生其實有一半的時間是在國外度過 四歲以前我是在波蘭跟白俄羅斯 之後回來台灣住了十年 然後又在出國去匈牙利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待到大學才回來台灣 所以我人生大概有八年的時間是在東歐度過 那後來會想要回來台灣是因為 我真的很想家 真的超級想家 很想要回來台灣生活 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欸,回來台灣念大學是其中一個考量 然後再來是因為我爸媽他們覺得說 其實大學這個Degree 在哪邊拿都是差不多的 沒有必要去國外 所以討論一下之後就覺得 欸,其實回來台灣是個滿好的選擇 這樣我也可以在懷這裡生活 那我後來就是回到台灣 然後在台大的經濟系念書 那接下來以前我就會想 為什麼是經濟系 那其實原因也蠻單純的 就是因為我的志願是分發到經濟系 那我高中的時候有修過兩年的經濟學 那個時候沒有到說特別的喜歡 或者是排斥這個學科 所以剛開始就覺得說 喔,這是可以念的啦 這樣子 但是我老實說 這一開始沒有到很喜歡經濟學 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學術 然後就有點無聊 不大清楚說可以應用在哪些地方 但是我後來是覺得還滿開心 來到經濟系念書 因為我覺得經濟學算是一個很 很 fundamental 的東西 很多領域都會需要 運用到經濟學的知識 而且我覺得經濟學也是可以訓練 你的邏輯思考能力 然後還有如何做出理性決策 所以我後來是覺得還滿開心 可以在經濟系念書 一方面是有獲得這些很駕駛的一些技能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很完整的訓練 再來的話是我真的超級無敵 喜歡我們系上的人 我那個時候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surprise的地方 是我覺得我們系上的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善良 大家都super super nice 沒有遇到任何一個人 會讓我覺得說 欸它好像有點敵意啊 不友善啊 或者是還滿親近 每一個人都猜疑疑的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很開心 剛回來的時候 那四年下來其實我也是 真的覺得很開心我在經濟系 因為我有認識了一群很棒的朋友 然後我們的友誼 到現在都還是維持得很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會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台灣還有國外大學上面的一些差異 就是一個很快速簡單的comparison 那首先呢第一個就是這個 長度上面的差異 一般在台灣我們大學就是四年嘛 可是在歐洲就比較特別 其實他們大部分是三年 然後可能會再搭配一個一年或到兩年的碩士 所以在這個學制的長度上面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差異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是 學分的loading 通常在台灣我們最多一堂課的學分 可能就是到四學分啦 然後普遍來講會是三學分 但是在歐洲的話他們可能 通常起跳是六學分 然後可能還會有什麼九學分啊 然後可能還會有什麼九學分啊 或者是一堂課超過十學分 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有些朋友 就是他們的畢業學分 可能是會到什麼 量太多 我第一次聽到那個時候會覺得 What 這也太爆多了吧 就覺得很驚訝 因為畢竟在台灣的話 好像一二八 或者是比較普遍的畢業學分 那再來第三個的話就會是 選課上面的自由度 就我那個時候有一次跟我的朋友分享說 欸我這學期要修體育課 然後還要修一些外系的選手 然後還有一些學成的課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就覺得說 蛤 這怎麼可以修這麼多 很有趣很好玩的課 還修體育 這為什麼也太帥了吧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他們講說 喔 因為我們的課表都是自己拍啊 所以其實就是很自由 自己想修什麼都可以 但是在歐洲的話 這是比較不普遍的狀況 因為他們的課表大部分都是 戲所會先把他們拍好 所以他們實際能夠 自己去調配的空間 其實就是比較少的 就算他們可以去選一些外系的課 最多就是在自己的學院裡面 不會像是在台灣我們可能可以 跨院級啊 甚至是去修一些可能 不是學院開的課 可能像是什麼協作中心等等 那這個在歐洲就不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狀況 那所以其實考量到這個 學分上面的多樣性還有自由度 我自己是覺得台灣大學在最部分 就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我現在其實大死了嘛 然後偶爾也會想一想說 欸假設我當初是留在歐洲或者是國外 然後不是回台灣念大學 那會不會很不一樣啊之類的 但是其實想一想之後 我還是覺得說 蠻開心回到台灣念大學 因為我覺得今天不管你是在哪裡念書 或者是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都會帶給你很不同的體驗 像我自己在台灣念書 在台大 就有一些非常非常珍貴的回憶跟體驗 那另外一方面 這樣四年下來啦 我的感受是 或許大學的時候 真的不一定要到國外去念 而是可以留在一個你熟悉的地方 因為離鄉背景真的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回台灣 就回到自己的熟悉的地方 回到自己的國家 我那個時候其實也花了非常久的時間實應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當初是去國外的話 完全人生不進步什麼地方 那應該會更淒慘吧 我自己是怎麼覺得啦 大學的時候 也許不用實際出國 而是可以像是用交換的方式 去你想要去的國家 實際在那邊生活看看 體驗當地的文化 看看會不會是你未來真的想要 久待的地方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分享的一些故事 那如果你對於像是東歐、匈牙地、國外的大學 或者是一些教育等等之類的 這些topics都可以留言在底下 讓我知道之後會拍成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中文字幕中共作為